不是因為我寫得很精彩 而是中國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國 我一下飛機就覺得 終於回家的感覺 我的目標是讓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國一家 因為我喜歡中國的窩花 這是我的一個夢想來這裡 近年來不少外籍有人 因為希望尋求新的生活方式 抓住工作生活機遇而來到中國 在成都就有一位英國人 不僅是成都數以萬計的融漂之一 同時她也成為了 中國西南英國商會 最年輕的外籍女主席 15號上午 在四川成都錦江區的 一幢高級寫字樓內 Harry Schaeffer又開始了 日常的頭腦風暴 據了解 已在成都工作生活5年的Harry 與成都結緣的契機 是幾年前一次短期來容實習 實習過程中 他便愛上了這座城市 我來帶來兩星期的政府旅行 去做一個休息 很短的休息 我和城市都很愛 它是從西南海 很興奮 很活躍 充滿活動 所以我去家 我去學校 我來這裡 做一堂職業 來找來一些機會 在Harry看來 成都的賣生活能讓他找到 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而成都的經濟發展 也給創業者帶來了便利 於是 在成都生活的5年時間 Harry不僅創辦了一家 專注為外國人提供在成都落地的知識內容服務的媒體平台 還於2019年成立了一家創意設計公司 為中外企業提供創意策劃 美術圖案設計等服務 當我剛開始到這裡 我幫助我帶來 英國人提供 去經濟的工作均勞 但當我認識了我的工作均勞 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媒體 現在我們開放了全中國 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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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年的经营 Harry创办的媒体服务平台 也收获万名粉丝 他创办的创意设计公司 也逐步走上正轨 过去一年半 五花八门的设计邀约分支踏来 客户中既有跨国游戏公司 也有知名运动品牌 我们也帮助中国企业 带到西方的设计区 我们也帮助西方企业 拿到的品牌和设计 地区 中国的设计 真的变得很快 并且改变了 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一样的 风格 我认为我们现在 在这一刻 我们可以帮助 带到西方和西方 并作为各种风格的风格 作为各种风格的风格 Harry 表示 在他的设计中 成都给他们带来了 很多灵感和启发 如浆麻酱 盖碗茶 四川方言等融入设计 他认为 这些融入四川文化元素的设计 诙谐幽默 实现了外国企业 和本地文化的连接 并有效表达了企业价值观 在这些地方 我们帮助用大型的文化 使用四川文化的文化 我们喜欢用四川文化 在我们的设计 所以它真的让人们 在一个公司 感觉到地区的文化 和文化 在某些公司 我们也有 设计的麻酱 材料 举行 我们也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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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计 我们也设计的 成績全数成等了中国中心 一共同的陈对当中心 当然因为我们本来根据访 我们有最大移动是在这里 这次去便公布一下 国家的任何区块 我们一起接到原本的图案 我们很期盛的 去发展的伤生 产生的倫形 美国许美国人的基础 设计者务力 所以我肯定有很多需要学习